謝謝 三年前疫情嚴峻之際 藝人佳永傑捐贈三百多臺 救命神器 被稱抗疫女神 繼續投入公益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是覺得 就是還蠻驚嚇的 520總統就職典禮 佳永傑也受到出席 如今他有了新身份 即將接任台北101董事長 臉書PO出洗單車和101合照 寫下人生下半場 預備備迎接新挑戰 對此嫌疑政院證實 而財政部也透露 會選擇佳永傑 主要是用他的時尚 行銷 經營等專長 而且形上正面 他101的形象相當符合 我認為這是一個世界 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個安排 特別是佳永傑 過去是時尚的名人 也在演藝圈從事主持的工作 而也常常從事公益的一個工作 他的社會形象也非常好 累積了高人氣 在形象跟人氣 有助於提升101的能見度 但是董事長當然也負責未來經營 以及長遠的規劃 朝野政壇給祝福 賈永傑本人也透露 從街道邀約到答應只花了三天考慮 台北101預計在9月3號進行董監事改選 賈永傑以金控法人代表身份 接掌第六任董事長也是首位明星董作 2004年上任的陳敏勳 是台北101首任董事長 而後由集團第二代經營者林洪明接任 2012年基金教母宋文綺 則受時任行政院長陳沖邀請 接任101董事長 2015年則由台大財政系副教授周德宇 出任總經理職務 同年在接任董事長 2018年則由曾任立委 羽山飯店董事長張學順接任 不僅是台北101首位政治人物出身 也在2021年連任 如今在政府先用賈永傑在時尚方面專長 要擦亮台灣指標性建築招牌 第一位新聞總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